这种理性选择的这种田园生活 那么里边当然它有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它这里也讲了开荒南野记 它写到了它里面 可以说写到了它里面的场景 写到了里面的趣味 那么它比如说这个里面是 这个劳作的部分肯定是有的 劳作的部分肯定是有的 但这个劳作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过去很多人就分析 说这个陶渊明的劳作 有的说它真的像一个老农样的劳作 有的说不是的 它有很多这个同图 它自己不一定是劳动 当然都可以讨论 实际上我们说老实话 我们不太清楚陶渊明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 我现在也是这样讲 陶渊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太清楚 但重要的其实不是它 不是它到底是怎么样真实的生活 重要的是它 他的生活在他的诗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他的生活 和他的生活选择 他的生活姿态 对于中国的文学史上那些文人 对于后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 他留下了什么 影响是什么 那个影响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是最真实的 那可能和陶渊明自己的真实生活 是有差距 或者说不一定那么吻合 但实际上这个是最真实的 这个也是一种真实的 所以你看他讲劳作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的 实际上劳作对陶渊明来讲 他也是在这个具体的实践 劳作的实践 或者耕作的开荒 南野记的耕作的实践当中 实践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哲学 也可以人生哲学 归于原田区的第三首 你看 后来我们讲的是第一首 你看他第三首 第三首他讲这个 众豆南山下 这个实践很喜欢的 众豆南山下 草胜豆苗师 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劳作者 对不对 草胜豆苗师 这个草长得很多 这个豆苗长得不行 陈兴李荒岁 带月贺除归 就很辛苦 早晨就出去了 陈兴 兴就是起来 我们讲兴起 早晨就出门了 带月贺除归 晚上回来了 然后呢 稻下草木长 这个稻下草木 这个草木长 这个路很窄 田间的路 这个草都长得很 结果是什么呢 稻路沾我衣 因为回去的时候 这个都有露水 这个稻 晚上的这个露水 把我衣服都沾湿了 那么他下面讲说 一沾不足其 但始怨无为 我就特别看这个 怨籍的意思 所以这个草胜豆苗师 也不要讲 这个稻路沾我衣 也不要讲 最主要是什么 怨无为 怨是什么 是他一个主观的 一个心愿 一个意愿 一个方向 那什么 就是按照他 本性的生活 在田园当中 完全完成他自己的 这样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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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愿 那这就是一个主观的 这个主观的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情感 就是草原特别的意思 就是他情感和理智 都是有的 他实际上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 是一种理性的一种选择 所以他实际上在讲 讲这样一个问题 他实际上在自然当中 在体验 最后实践 他自己的这个 人生的理想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 实际上是出于这样的 目的的 这样的目的的 他就很多这样的诗 比如说那个饮酒诗 也是非常有名 那个祖诗里边 饮酒里面那一首 大家非常熟悉的 饮酒的第五首 就 杰如在人静 而无策马轩 混君和能尔 心远地词篇 采取东离下 悠然见南山 三气日系家 飞鸟相遇还 始终有争 欲变以妄言 这个都是讲 你可以看他 在这里采取东离下 悠然见南山 他那种悠游在 田园生活当中的 这个场景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田园 是他要安置自己 生命意义的所在 他抛弃了 这个所谓 官场 所谓的红尘 所谓的世俗的 那条道路之后 他需要有一个 安置自己的地方 或者安置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回过头来 整个来看 陶渊明田园 起码在他的诗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田园 首先的意义 首要的意义 就不是在于求生 不是他求生的 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这个所谓 草圣窦苗西 对他来说 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那个在田园生活当中 他是要实现 他自己理想的 所以在这点上 陶渊明我觉得 他也是非常了不起 他是 他是很好地体现了 中国文化的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点 那特点是什么 就是讲 所谓的观念 所谓的理论和实践 两者之间 必须是结合的 一个高远的觉悟 和高远的一个理想 要在最最普通的 具体的生活当中 去实现他 因为陶渊明 所谓 归隐田园 他在劳作 你看起来 他跟一个一般的农人 是不是一样 其实是在外表上来看 似乎是一样的 似乎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是有所不同的 就是说 因为陶渊明 他内心里面 他有那个觉悟 有这个自觉 他是在 努力实践自己的 生活哲学 把握他生命的意义 所以这点 他是跟一般的 一个同样 在那里劳作的农人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有了 这种高远的理想 所以这种劳作的 田园当中劳作的行为 或者类似的这些行为 不再是简单的 而是具有意义的 而通过这些行为 这个理想 通过这个实践 理想也不是虚幻的 而是切切实实 可以把握 可以去做的 所以这一点 在陶渊明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表较 所以这两个方面 就是说 陶渊明的 所谓的原理和实践 这两个方面 那么当然我们 当然要谈一下 这个陶渊明师的艺术 陶渊明师的艺术 基本上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可以讲是淡而有味 或者用后来 这个苏氏 苏东坡的话 他讲它是什么呢 这个字是 我们过去讲的 这个文和字 中国过去讲的 文和字的对应 这个意义来讲 这个字 看上去是很字 很朴素 很简单 很朴素 但是呢 内理实际上是什么 很漂亮 是齐立的 内理是有这个 齐立的这个感觉的 所以它是淡而有味 或者智而是齐 可以是这样讲 陶渊明的整个 总体来讲 你如果比较了读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是比较朴素 比较自然的 它没有过度的外在的修饰 当然有些也是有的 比如说 他讲这个 寄鸟燃救灵 死于世古猿 对不对 这个也有一些对 这个放在死于母 草无八九间 你也可以讲它有点对 但它整体来讲 非常的平易 非常的单纯 非常流畅的 这个诗是这样的 所以是这样 但是这个里面来看 实际上它里面 是包含着它那个美 这个美是那种自然的美 是那种 之根于它自己的 怎么讲 你可以看到它 它的生命的 整个生活实践的那种美 不是说 在一个字 一句 里面的那种雕琢修饰 不是在那个意义上 这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的一种 一种味道 所以它这个所谓 淡而有味 或者志而时期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可以说概括陶渊明的 这个诗歌风格的 那么从整个诗歌的 中古诗歌发展的大势来讲 我讲它 或许可以在当时来讲 我讲它是一个 主流之外的诗 它标志的诗歌 区别于陶子路基 这条路发展的 这种追求美 追求力 这个趋向的 另外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是古诗以来的 一个质朴的那个方向 它走的是 质朴的这条路 那质朴的地方 有它的美 而且它非常的流畅 它很多诗 实际上非常流畅 所以陶渊明在这点上 是非常有意思 它在风格上的 但在很大程度上 跟过去的古诗 是相联系的 似乎是对的过去的 但是它思考的问题 也是对的过去 也是接续的过去讲的 但是它不是 仅仅照着讲 而是接着讲 接着往下讲 然后讲出 它自己的心的意思来 所以它得出的那个结论 是面向将来的 面向未来的 面向未来的 所以后来是会有影响 它对后人 开辟了一条道路 所以这个是陶渊明 首先我想 从意义上 第一个可以讲的 第二个实际上 还可以讲 就是秦李景的 这个结构问题 秦和李的 秦和李 秦李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我前面说到了 像邢影神这样的诗 在很大程度上 表现陶渊明 是一个有深刻的思想的 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诗 延续的可以讲 宣言是对于 人生和宇宙的思考 在秦影神论 基本上没有什么 特别形象性的部分 可以讲 就是那种 严理的作品 但是在陶渊明 很多的诗里边 他有这个理 或者说他表达这个理 呈现这个理 这个时候 他并不是赤裸裸的 并不是完全赤裸裸的 而是跟景和物 构成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陶渊明的一些诗里边 在他好的一些诗里边 他会写那些景 写那些物 写那些诗 但是呢 把理在这个景物诗里面 得到这个呈现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景和物就是有意味的 就可以是有意味的 你比如我前面 讲到迎九这个第五首 那个所谓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最简单就是画 这个三七日夕家 飞鸟相遇还 始终有争以欲缘以妄言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对他来讲 这个鸟 三七日夕家 飞鸟相遇还 就到了黄昏的时候 这个飞鸟 反朝的这样一个景致 他给你很简 简略的提示出来 那提示出来以后 这个里面有没有理 是有理的 他告诉你 始终有真意 意就跟这个愿一样 就是陶游明的 有他自己的那个理解 有他主观的那个方面在里面 始终有真意 欲缘以妄言 他要跟你讲 这个里面有啊 这里面有意思啊 有道理啊 但是呢 欲缘以妄言 不知道他真的是讲不出来 还是都不想再讲 反正就告诉你 这里面有意思 他通过一个景 通过一个景象 来告诉你 这个里面理 那么这个理解怎么呢 我们当然如果硬要做解释 所谓飞鸟 三次之下飞鸟相遇 鸟是干什么 鸟实际上就是成星 这个晚上 那早晨就飞出去了 对不对 圈鸟之归 到晚上鸟就飞回来了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自然的状态 这个里面就呈现了 这个自然之地 所以陶游明想呈现的 就是这个 但是呢 他这里没有用直接的 这个这个这个 理论的语言来表达 而是给出这样一个景象 所以陶游明的艺术 可能诗歌要值得特别提到的 大概是这些方面吧 然后第三个我想讲的 就是这个 三水师的进展 大蟹到小蟹 就是从蟹林韵到蟹挑 这个三水师 我前面提到过 就是中古时期 这个所谓对于景 对于雾的一个描写 在诗当中的一个进步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这个里边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这个所谓三水师 因为三水师 在中古成立之后 在中古时期成立之后 成为后来 一个非常 在诗歌类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三水师 我之前也提到了 它大概的发展 有一些脉络 有一些脉络 首先我想讲的 就是说提到的是 首先可以讲这个 尤仙诗 尤仙诗 尤仙诗的传统 像郭璞的诗当中 是这个 它有好多首尤仙诗 类似的这样的诗歌当中 它对于一个环境 一个山川环境的描写 实际上是导向 三水师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些刻画 有的时候是比较集中 比较细致的 但是当然这些 不是和后代 谢灵韵他们的三水师 并不一样 它可能是理想境界当中的 那种三水师 是那样的三水师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源头 当然还有一个 当然就是提到的 就所谓的这个 悬崖师 我们上次提到的 这个悬崖师 就悬崖师当中 因为山水 因为自然的景物 代表了 这个山水师代表了 这个 因为山水 自然景物 代表了这个所谓的天道 这个天道的这个流行 天道的呈现 所以在这个 悬崖师当中 有的时候有这些景物的描写 包括山水景物的描写 那这些景物 像南庭师里边 这个 它是有旋理的 同时也是有 山水的表现 景物的这个表现 两者之间结合 当这个两者之间 这个有 比 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山水的部分 逐渐增加的时候 现在一般的学者 也都肯定 这个所谓的这个山水 在悬崖师当中 是有一条发展的线索的 用这个留学的话来讲 所谓装老告退 山水方之 是有这样一个 消长的一种关系的 所以这些因素 结合在一起 在诗歌传统当中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其实山水是慢慢的 就是最后成立 然后当然最主要的是 就是在谢灵韵这里 谢灵韵 这个身份 我们他当然比 陶渊明的时代 略晚一些 略晚一些 那么 这两个人 经常我们实际上是 可以把他放在一起 来比较的 这个谢灵韵 是真正的贵族 真正的贵族 他一生的问题是 他因为出生在 这样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面 所以他一直是有 我们讲 不叫以天下为指认 就是以这个国家为指认的 他觉得是 一定要是要有所作为的 而且是 完全是有可能 有条件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呢 在当时这个 各种各样复杂的 这个政治的 错综的情况之下 他一直没有实现 没有完成自己的 这个 而且呢 他这个人的性格 可能也比较的偏造 反正一直是不成功 但是呢 这个 他出来做官 然后呢 这个 又出来到地方上做官 甚至退到自己的田园当中 退到自己的庄园当中 生活 所以他这个 进进出出 起起落落很多次 最后是在广州被杀的 所以他的这个生活 其实跟陶渊明比较起来 是他是个贵族 而且非常的不安定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生活当中那种紧张感 比陶渊明要强烈得多 强烈得多 那个他是希望入室的 但是没有能够实现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始终是一个问题 始终是一个问题 那么所谓的三水师 实际上是在他 那个生活当中 在他政治上失败 远离这个政治中心 离开京城 在他自己的庄园 在他地方上任官 这个时候 进行这个创作的 进行创作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讲 三水师是他 他整个生活 这个当中 这个整个生活道路当中 某一个部分 可以说是一种补偿 是他对他那个 挫折的一种补偿 这个是另外一种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陶渊明也可以这样说 陶渊明也可以这样说 陶渊明的 他放弃了 试图的生活 走向田园 这个县灵运 当然是 可能是被动的 被迫的离开这个政治中心 走向这个山水 可以这个做对比 但这里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陶渊明非常清楚地表达 他说那个东西是他所要的 是他自己选择的 而且他在说 那个东西 那个田园对他来讲 是他自己选择 觉得他是好的 是他自觉的选择 是切合他本性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势力 来举出来说 这个东西是他所选择 是他所需要的 而谢灵运呢 恐怕这些方面很少 谢灵运其实没有这样的表达 那么他这个山水师 所以这个意义上 两者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陶渊明的山水师 跟谢灵运的师 如果做比较的话 实际上内在的质地 是有差异的 陶渊明所看到的 都是那些平常的田园生活 他看到的是 田园生活当中的 平常的情景 那个种些树啊 有鸡啊 有狗啊 对不对 这个爱爱远人村 医虚理盐啊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场景 而对陶渊 对谢灵运来讲呢 谢灵运不是 谢灵运他所追求的是 他是那个山水的旗翼 山水的旗翼之处 是旗翼 追求的是那个旗翼 陶渊明 这个谢灵运追求的是这个 力求的新池 力求新池 因为他到的那些地方 他那个都有记载 说他去这个带了一帮人 带了一帮人在那个山里边开路 找这个 其山溢水 这个 可以讲是叫什么 风扇开路 溢水架桥 就是说走不过去的地方 就是要走 陶渊明恐怕不是这样的 陶渊明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所以这两个之间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个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陶渊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得到了安顿 他基本上是追求他的平静的生活 这个所谓重量大号中不洗衣不去的 这种平静的生活 而谢灵运呢 其实始终没有得到 他可能在片刻当中得到满足 或者知道平衡 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始终是不宁静的 是有很多这个紧张感的 是有很多紧张感的 所以他这个心意的山水 这个 所以他后来走了那些地方 然后写了这些诗 这些诗以后传回京城的时候 大家都纷纷地传写 因为这个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这个兴起 他在那首诗是 头上几句是说他要出去游览 然后呢 接着就是开始写景 说这个如何如何 这个灵鹤脸目色云霞收西飞 这时候开始就写他这个景字 但是到最后呢 他讲这个绿淡物字轻 一切里无为 既颜色深刻 适用死道推 所以他这个诗基本上 这首诗基本上一开始 他 谢丽云的诗经常这样 他上的诗是说一个人出去出游 出游以后呢 他会一开始会交代一个事情的一个起点 出游 然后呢 会写他这个出游当中 他所见所闻 他游当中所看到的这些场景 最后有一个理论的一个尾巴 一个观念的一个尾巴 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对谢丽云来讲 他里边也还是存在着一个所谓的 景和礼的这样一个关系 还存在着一个景和礼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 其实就 那个从大的方面来讲 很清楚可以看到 这个这样一种关系 其实就是 悬言诗以下就有了 你在蓝庭诗里边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景和礼的一个关系 怎么来呈现的一个问题 那么 对谢丽云来讲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还有悬言的尾巴 那么他在艺术风格上来讲呢 他可以讲是雕琢刻画的 当然这个雕琢刻画是 在什么意义上来比较的 比如他跟陶渊明做比较 在后代的眼光当中 他跟陶渊明做比较的时候 他是可以讲是雕琢刻画的 而在当时的诗坛上 他跟其他一些人比较 甚至人家会说他是什么呢 是他所谓自然的 这个朴素的 当时另外一个诗人 因为陶渊 谢丽云基本上已经进入宋了 对不对 他非常重要的生活阶段 是在留宋 在南朝宋那个阶段 当时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诗人 就是鲍照 鲍照曾经就评过他的诗 说他这个叫 出发芙蓉自然可爱 现在实际上很难理解这样的话 我们单独看谢丽云的诗 其实很难理解这个话 说他怎么这个自然 包括这个 这个所谓他的诗里面很有名的 所谓吃烫生春草 源柳变民情 那就是说 哎呀 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 不是那种凡武的 这样的作品 这个 在当时来说和其他诗人 比如说跟当时另外像 炎炎之这样的诗人比较起来 炎炎之比较起来 他恐怕是比较自然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个对一个诗人的历史 对一个诗人的评价 其实不是 不是仅仅 我们现在很多评价 实际上都是后代的评价 后代是在一个变化了 不同的这个视野当中 来观察做判断 所以当时认为 自然的谢灵韵 随着时代的变形 陶渊明的地位提升 当他和陶渊明 做比较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 雕琢刻画的一个代表 雕琢刻画的一个 就变成是这样一个人了 所以因为确实 就陶渊明我前面说 他在主流之外 他和谢灵韵 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 这个诗歌传统 一种是所谓古朴的浑尘的 这是陶渊明 一种是用力刻画的 是用力刻画的 这个谢灵韵实际上 是有这种刻画的功夫的 这种刻画的功夫 你往前推的话 就是你去找 比如像陆基 就非常明显 他有很多的那种方式 那种努力的方式 跟陆基还是有很大的 前后相成的特点的 我这里用一些最 或者举两个例子 这也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 很有名的诗里面的例子 他讲比如说 像这样的诗子 这个所谓的豹 所谓的媚 你不能说它不好 但是你整个读上去 你跟陶渊明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 软质陶渊明的句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都是下功夫的 这是在刻画的 是安排的 有锻炼的 是有锻炼的 有些写的还是不错的